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文玉 你知道塗料是什么吗 其实大家对塗料的印象呢 可能都停留在居家的油漆 但其实塗料的应用呢 在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用得到哦 今天在节目当中 很高兴邀请到在高雄创立70年的 塗料企业总经理陈宏伟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 欢迎总经理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红牌油漆总经理陈宏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总经理 刚开场我们有讲到70年的老品牌了 刚开始一开始呢 70年的老品牌在高雄的哪里来创立的呀 我们的创办人是在延城区 从一家小的油漆行开始创立这个企业的 所以70年再往回推大概是 1951年 1951年到现在有70年的时间了 其实你假如回溯一下历史的话 1951年大概就是在二战结束 没有多久的那个时间 在那个时候呢 从日本人撤退回日本 那台湾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说你本土上面 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供应上面 是有它的机会的 所以我们的创办人在70年前 就看到了这个商机呢 就投入这个涂料的这个行业 那一走就是走了70年 70年 其实也很不容易 因为很长的时间 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 那么的辛苦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 都有它特殊的需求 必须被满足 那刚好我们的创办人 看到了是涂料的这一个产品 他认为这个地方 是供应上面是不足的 是有商机的 所以他非常地认真地 投入了这个产业 所以到以前可能对涂料 像刚刚有提到 刚刚对涂料的印象呢 可能都是在居家的油漆上面 到走了70年 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应用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 他提到红牌油漆 他可能会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 装潢用的这个油漆 那不管是水泥漆 乳胶漆的这一类的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也常常听说红牌油 红牌油漆 其实他并不了解说 其实红牌油漆的产品 比我们认知的水泥漆 乳胶漆要多得非常地多 我简单地说明一下 就是说只要是人造物的东西 它需要保护 它需要有颜色的 它都有涂料的需求 像是哪些方面的 在我们生活上 我们可能有看到 可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从大型的公共建设 比如说我们高雄的魏武云 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非常大型的建筑 它有非常漂亮的 这个白色的屋顶 这个就是要需要 长久保护的公共建筑 这个上面就是红牌油漆 那当然从 这种公共的展场 像台中歌剧院 台北的大巨蛋 这些都需要有涂料的保护 那再下来就是我们的交通建设 比如说像我们的桥梁 我们做的高铁 高铁的这个车厢 这也需要涂料的保护 然后再下来就像是车站 那车站这个站体 也需要非常的耐久 这也是需要涂料的 涂料的应用之一 那当然还有比较工业型的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 早期的石化产业 那石化产业很多在海边 它会有锈食的问题 有高温的保护的问题 这些的设备 也需要有涂料的保护 那当然台湾渐渐进步到 所谓的电子业 然后电子业里面的 这些大型的厂房 它的量体非常的大 它有非常多 刚够的防食 或者是防火的需求 那再讲到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船 船舶 或者各个消费者常常去 这个IKEA 卖场 他们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商场 那这些的外观 内部都用了非常多的涂料 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种类 其实它的用途 也都分得很细很不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说 每一种的设计里面 都有它的要求 比如说大庭的公共建设 就希望它比较耐久 可以减少保养 那个延长整个公共 或者交通设施的使用的年限 那当然像电子厂 它的防火呢 它是有安全的需求 那公共空间 有些也有防火的需求 就是为了假如说 万一不幸有火灾的时候 有足够的时间呢 可以救灾或者是逃生 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美观 那就是让大家的生活里面 比较有色彩 过得比较愉悦 像有色彩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居家也常常使用到 这个部分像是刚刚有提到 不同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现在居家可能 使用上就会觉得要健康 因为以前我们对游期的想法 可能就会变成说 好像涂了游期 那个味道不太好闻 然后那个味道不太健康 对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 喜欢讲油漆油漆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喜欢 把它定义为涂料 涂料 涂料的里面呢 有分成包含有溶剂 我们叫溶剂型的涂料 跟水性型的涂料 水性化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健康的需求 因为我们长久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希望说我在涂装这个涂料的时候呢 没有味道 有机溶剂的挥发性是越低越好 所以呢这个东西都会使涂料 它做一个改变 就是它往水性化的方式去走 那我们红牌油漆呢 在跟消费者一般居家接触到的 不管是室内 室外 木器的 或者是防水的 基本上这一些全部都是已经水性化了 就是说它已经没有包含这些溶剂在里面了 可是消费者呢 因为长久以来呢 他自己接触的比较少 他都会认为说 这个油漆涂刷完以后 是不是会有味道啊 是不是要两三天才可以搬进去住啊 其实这种顾虑呢 都是以前这个印象下来的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的观众朋友 他喜欢自己DIY 他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 这个油漆或者涂料这类的商品 他自己做DIY的时候 他才发现说 原来油漆根本没有味道 那油漆呢 根本也不要过个两三天才可以搬进去住 这些都是过去啊 印象里面 那缺乏自己动手 假如现在接触过以后的消费者 他比较能够体会到 哦 原来我们的涂料已经变化了这么多了 像刚刚有提到年轻人现在很喜欢DIY 可能自己改造房间 或者说改造居家的环境 总经理自己有没有改造过 我们公司因为设计的商品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当然在设计这些商品的时候呢 的考量点非常的多 除了法规 然后施作的特性 然后涂刷的时候呢 会不会很省功夫 不用花太多时间 有很好的遮盖效力 这个都是我们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呢 会遇到的这个考量 那到产品要上市的最后的阶段呢 我们都会去试试看 让自己变身为消费者 用消费者的角度 去看一看这个产品 是不是消费者会喜爱 所以自己也有尝试过用油漆 对 在家里画画吗 还是 做一些 我们的新产品 我们都会把它先拿到自己的家里去试试看 然后让我啊太太啊 去试试看这样的商品呢 用起来啊 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 有些什么东西呢 不足的 有没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除了实验室的工程师 花了很多时间在研发这个产品之外呢 在实验室里面做测试 然后我们在上市之前呢 也会透过非常多的师傅啊 或者是一般的消费者去做一些试用 收集一些feedback 让这个产品更完善 更完整 然后让消费者使用上不会遇到太多的问题 对 刚刚其实有提到这么多涂料的用途 还有应用 到从工业的 电子的到居家的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面向啦 那如果 因为一个涂料器业嘛 我们刚刚有提到70年的老店 从一些小店走到现在 在中间其实也努力了很多 对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的创办人开始 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当初是一个想法 当然你要把一个想法落实的时候 你有非常多的困难是要克服的 比如说一开始 这个产品要怎么设计啊 要怎么设计出这个产品啊 我怎么制造啊 制造完之后呢 我只要怎么去推广这个产品啊 那好 我这个 台湾是一个小岛 只有两千多万人 其实台湾本土的市场并不大 那我只做了一样商品之后呢 我再下来 我应该还有什么样的市场 台湾的其他的应用 我可不可以去开拓它 所以这一段路走来里面呢 从发想 设计 研发 生产 推广 然后再找新的市场 不断的去找涂料的应用 中间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 也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嗯 刚刚有提到比较重要的是在研发这个部分 对 对 因为其实有这个想法 然后要怎么去解决 这是蛮重要的 对 那想问企业在研发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花了非常多心力跟忍力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红牌油漆投入这个研发的团队的时间非常的早 我们有将近快要40年的时间建立这个研发团队 就专业的研发团队 那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公司的研发的人员将近有100个人 所以 其实刚才就讲过 因为台湾的市场 人口少 所以各种的市场都很小 所以呢 你要把一个公司呢 要持续的成长 你要扩展你的应用面 那你要进入不同的领域 它不同领域的涂料呢 它有不同的专业 跟不同的需求 所以呢 我们从5要到设计出一个产品 就要有研发的团队 专门的去针对客户的需求 这种应用上面的需求 法规上面的研究 那从5开始慢慢的把它 花时间把它制作出来 那这都需要研发去克服的 所以我们的研发的团队呢 非常的早 规模也蛮大的 100多个人 大概几年前开始有这样子的团队 我们是陆陆续续从40年开始 一直建构到现在 大概是国内在涂料研发里面 最大的团队 也比较早 对不对 那走到现在70年 其实不只在台湾 也不只在高雄 是不是我们也走到了世界上 去尝试看看不同的需求 或是说看看世界上的需要 还有哪些应用可以来尝试 应该这样说 就我刚才讲过 因为台湾的市场本身就是比较小 那我们从20年前开始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假如说持续在台湾 那你的成长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少 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台湾本土人才 研发出来这很好的产品 可以到不同的市场里面去试试看 所以我们在20年前开始就是从中国大陆开始扩厂 然后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两个工厂 然后我们也到东南亚 像越南跟马来西亚 那近10年之内我们到美国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加州跟德州各有一个工厂 所以我们也是把台湾本土研发出来的好的产品 推广到全世界去 像是一开始大家在企业这种可能扩厂的时候 都会想到中国或是说东南亚的地区 其实到美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非常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传统的涂料制造公司 怎么会到美国去设厂 其实我觉得每个企业 他有他自己很独特的考量 那我们对台湾本土的人才非常的有信心 你看我们台湾的产业里面 我们的史华业也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的电子业有国际上一流的大企业 不管是IC的制造IC的设计 台湾都做得非常的好 这其实有个特点 它其实用了台湾本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 那一样我们台湾也用了 我们在台湾也用了非常多 台湾教育的非常好的这些研发的人才 出的这个产品也是世界一级的产品 那我们在台湾设计了这么多好的产品 推广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们不管说我们属不属于什么比较传统的产业 只要这个商品在当地的市场里面 大家可以看见你的独特性 你有办法跟别人差异化 你可以提供比别人更好的服务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做生意 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也将近要七年的时间了 在业绩的成长也是蛮顺利的 也很亮眼的成绩单交出来 其实从在地的企业这样子到美国去 刚开始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或者说其实要突破的地方也蛮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经营里面 都有它当地的特殊性 比如说在美国里面的环保的法规 它的税则 它的销售的通路 它的员工的照顾 各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熟悉这样的市场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理顺了以后 再把我们很好的商品 逐渐的再把它推广出去 透过到各国去看看 是不是也让自己的视野再往上 然后再来看我们消费者 有哪些更不一样的需求 因为一个涂料走70年 它一定要有一些新的研发跟发想 对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选择中国大陆 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它的应用是非常多元的 那当然我们也会选择 像美国这样比较先进的市场 那选择美国这样的市场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消费能力强 它对涂料的要求是最高端的 那我们在这一种比较高端的市场里面 就像是去打大联盟一样 把这种最高端的涂料 在这种市场里面的竞争的需求 也带给我们的研发的团队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 比较新颖的涂料的设计 比较高的规格 比较严格的要求底下呢 在这种市场下能够保持竞争力 那也把这样的讯息带给我们的研发团队 让我们的这个涂料呢 可以一直持续的走下去 所以就是走了70年 一直不断的研发努力 然后到扩厂都交出漂亮的成绩 但其实年轻的朋友啊 对红牌油漆可能的印象 其实会在运动的产业上面 对 其实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 提到红牌油漆 然后说哦 这个就是NBA的赞助商 这就是MLB播出的赞助商 其实我们的确在这个运动行销上面呢 经营了非常的久 那其实应该讲说 涂料是在你的身边 无所不在 可是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呢 它才会接触到油漆的时间不同 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呢 他可能自己开始自己有个居住的房间的时候 他想要自己改变一下房间的一个氛围 他才会自己想动动手 或者他买了第一栋房子的时候 他才会接触到油漆 那当然我们身为一个涂料的品牌 我们非常希望跟年轻的世代 保持非常好的沟通 那我们当初呢就藉由说 我也我们公司也非常喜欢运动 我们把这种运动 结合这个品牌的推广 去认识年轻的世代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其实努力经营了非常的久 非常的久 然后大家也都耳熟能详这样子 像刚刚的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听到总经理对这个企业的想法 或者说这个理念有蛮多想要表达的啦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理念或者说想法 可以跟年轻朋友来讲讲说 如果当我们现在遇到一个自己的世代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世代嘛 我们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如何成为一个这样子成功的企业的 可能是创办人或是经理人这样子 我这样子讲 就是说像红牌油漆是一家70年的企业 当然是当初从一个想法 看到一种的商机 当然时代的变化里面呢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商机 现在的时代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当然也许现在他们看到的商机 不再局限于像涂料啊 或者这样的制造业 有非常多的商机 可是身为一个70年的企业啊 我们可以给年轻朋友一个建议的部分 就是说不管时代怎么变 你要有自己可以努力的目标 有三星是很重要的 三星 拿三星 我觉得像红牌油漆走了70年 第一个 我们非常的专心 我们在涂料产业上面 每天都在想办法求进步 第二个 你要非常的用心 你要去观察整个市场上的需求 商品上面 消费者上面 它的变化是怎么样 这要非常的用心 再下来 你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这一路走来要花很多的时间 有非常多的困难要克服 所以也许你看到了服务的机会在变 你看到的可以投入的产业在变 可是我认为这个三星是永远不变的 从立足高雄到走到全世界 这70年来 未来是不是对企业还是有些期待 我想每一个经营企业都会面对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它也一一要克服很多的问题 才可以一路走下去 当然一个企业它的存在 除了赚钱之外 它有非常多的理念 就是我投入这个行业里面 我为了消费者 为了我的客户 我有没有提供比别人更好的服务 我也没有办法 always可以回应市场对我们的要求 这一个企业 其实企业的经营绝对不会是静止不动的 企业的经营每天都会面对非常多的变化 比如说你想象十年前 二十年前 它的需求跟现在的需求是完全不相同的 那当然经营企业的乐趣也在于说 我总是比消费者更早一步 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的被大众所喜爱 那可以持续的应用在各个场景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红牌油漆其实无所不在 它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周遭 我们也希望红牌油漆可以跟大家一直的相伴下去 所以跟顾客的这个互动其实它是一个70年的老品牌 但其实它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可能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记忆点很不一样 那是不是未来在跟顾客的这些接触啊 或是说在互动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计划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品牌啊 接触消费者 我觉得这样子的接触其实是一个认识 让消费者呢可以认识你的品牌 认识你的产品之外 认识你的品牌的精神 进而喜欢上你的品牌 使用你的产品 这样一个过程呢 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那我们也会在这种沟通的方式里面持续的优化 那希望呢能够涵盖到每一个世代 都可以接触到红牌油漆 喜欢红牌油漆 所以在我们在高雄对不对 在小港区是不是也是有一个 可以让大家来参观 或者说来看一下红牌油漆的故事跟历史的地方 我们公司是有一个红牌的一个展示馆 那针对各种油漆的应用 我们有模型 有介绍 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纪念馆 纪念我们的创办人张天勇先生 一路做了这个企业 投身这个企业走了70年 从一间小漆店 渐渐把它做到一间国际型的企业 是不是也可以 民众是怎么可以过去做参观吗 他还是说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过去看看 我们其实也接待了非常多的团体 再会说他们这些团体 对这个涂料有兴趣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导览 让大家认识涂料行业 怎么样在台湾走过这70年 那在节目的最后 总经理是不是有些话 可以跟观众朋友讲 不管是说在经营的方面 或是说想要透过品牌 带给大家的理念 是不是在做最后 再跟观众朋友来提点一下 好 我们一直定位红牌油漆不只是一家卖商品的公司 我们是一家提供服务的公司 我们一直在观察 在涂料这个领域里面 需求怎么样在变化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持续的在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 只要用得到涂料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为台湾提供在地化的服务 那我们透过这个很好的产品设计 在台湾这个市场里面取得这个经验之后 我们再把台湾的好东西介绍到全世界 让这个企业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可以一直持续的经营下去 所以在台湾其实也是提供台湾一些厂商这些服务 对不对 没错 跟其他的国家有不同的地方 我这样子讲 就是说台湾非常的特殊 台湾像红牌油漆是一个涂料公司 可是它的产品线非常的复杂 其实这个跟台湾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讲过 因为台湾单一产品的商机都太小 比起美国市场 比起中国大陆市场 他们人口数都是几十倍台湾这样的市场 可是台湾 你在台湾 你面对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 我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我都参与 所以不管你是造船的 你是彩色钢板的 你是电子厂的 你是石化业的 你是交通运输的 你是公共工程的 你是室内的 你是木器的 你是防水的 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想办法去设计出最好的产品 给台湾的企业或者是消费者 有很好的选择 那当然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就把红牌油漆变成一家 产品非常多元的公司 那也跟其他国际上的大厂呢 相比较来讲 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司 因为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多元化 也希望一直用不同的面貌来跟各位顾客 或是说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认识 然后来接触 今天很谢谢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的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加个好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